燃疫人數每天增加 15號已經破千例 創歷史新高 讓人擔心醫療量能撐不住 更有民眾孩子快篩陽性了 卻求助無門 林爸爸12號先在新竹做PCR確診 而他的兒女在中和13號凌晨也快篩陽性 但一直聯繫1922跟衛生所 卻只有不斷的等待 直到兒子抽搐昏倒才19送醫進到加護病房 醫療量能的不足 快篩陽性的人越來越多該怎麼辦 指揮中心公布輕重症分流 僅有中重症以及70歲以上 有相關慢性病跟懷孕超過36週的民眾 才需要送醫治療 其餘民眾可以依情況進防疫旅館 或是居家照護 而遇到緊急狀況 篩檢是陽性 那請大家可以通報的電話 多多管道來做通報 包括了1922衛生所 衛生局 還有我們的居家照護的服務電話 以及119 在家裡面驗出這個快篩陽性 那就請你立刻戴好口罩 物搭乘大眾捷運交通工具 儘速到鄰近的社區裁檢院所去做裁檢 但是到院裁檢必須有防疫計程車接送 等太久要自駕也不能停進醫院裡 就怕發生院內感染 網上更有人說自己快篩陽性之後 通報1922被說要打給當地衛生所安排裁檢 醫院又轉給衛生局請他自駕 裁檢完後最後才接到1922回電 這中間攏長的聯絡時間 質疑相關單位互踢皮球 政府的配套措施亂糟糟 具體流程能不能公布後確切執行 也是未來的考驗 華新聞簡明山 陳建安 新北報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